在台北县的新著名人口已经突破8万人 台北县政府为了让县民朋友多认识新著名文化 特别在4月份举办一连串的精彩活动 有歌唱比赛、电影放映以及采接活动 欢迎县民踊跃参加 来自泰国的陈丽萍一唱起财语歌 一点都不输给驾杠的台湾郎 谢谢 另外还有新著名穿着各国传统服饰大秀舞艺 包括新著名歌唱比赛、多元文化电影首映以及采接活动 不管是好听、好看还是好吃的 种种关于新著名的文化特色 台北县政府都将在国际文教阅的系列活动中一一呈现 有音乐的、有电影、有我们的青山大师的选拔 有美食大赛、我们又有趣味竞赛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希望让台湾的民众赶快看到我们台湾是这么丰富多元 4月份开始一连串精彩活动 民众可以向台北县新著名文教科查询 天安地新闻省就你们有会 北县采访报道